好了 同学们 那么经过刚才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说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关手机啊 是啊 一定要关手机啊 刚才老师不小心忘了这个事 好了 不说这些了 那么回头来咱们来想一想啊 我们这节课讲的是追击问题对吧 那追击问题的话 那追击问题有哪些考定呢 不能每回都考时间吧 真不能啊 那追击问题事实上我觉得 追击问题的最大考点 就是你们刚才努力的目标 你们刚才努力什么目标来着 追击问题上来要先找啥来着 路程差 追击问题的考点一般都是找路程差 老板说找路程差有几种找法 第一 你要顺着人间的方向来找 哎呦 写错证了 顺着追击方向 对吧 第二种找法 你就是看看 你需要比别人多走多少 啊 或者你是早走了多少 或者别人在你前面 多远 这些是不是都是代表了路程差 有了这个东西 我估计你再做题啊 就可能就容易多了 那我再问大家一句 刚才在做题目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去看一下我们的课前知识 要点误啊 我到目前为止就讲了一个公式 就是我们的时间 应该等于我们的路程差 去除以啊 速度差 速度差 对吧 事实上我们那里边还有俩公式 咱们知道时间等于路程除以速度 那么时间等于路程差除以速度差 那另外两个公式分别应该是 速度差就应该等于 路程差除以时间 嗯 路程差除以 时间 那么我们的路程差也可以写成 嗯 速度差乘以时间 是不是速度差乘以时间 嗯 对吧 这三个公式 你会发现这三个公式来源于 都是来源于那个 形成温习体最基本的那三个公式 路程速度 时间 无非加了一个字 差 是这个吧 嗯 而且这三个量里边一定是谁最大 嗯 路程差 哎 一定是路程差最大 所以就路程差的时候用乘法 那么其他的是不是都用出法 是 好了 那我先说这么多 你呢 去赶紧做一做你的立体第三题 好吧 好了 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立体的第三题 啊 第三题 又是哥俩的问题 兄弟两人从家到森林公园去春游 啊 弟弟步行 每小时走五千米 他出发四小时之后呢 哥哥骑自行车啊 每小时行十五千米 说 哥哥追上弟弟的时候呢 正好到达森林公园 问家离森林公园有多少千米 每逢遇到这种啊 字特别长的题目的时候呢 我就不行了 我一旦不行了呢 同学们肯定也就不行了 是吧 那冰冰同学啊 我们都不行了 你还行吗 嗯 我也不太行了 你也不太行了 来给我们吃个招呗 当我们不太行的时候怎么办呢 画个符 非常好 哎 你看字太困难 但是看符是不是还是挺快的 嗯 那么来看一下 他说兄弟两人是从家到森林公园 所以我们把家和森林公园是单独画出来 嗯 然后弟弟步行 每小时走五千米啊 给弟弟画出来 弟弟长得特别小啊 这么小 嗯 每小时五千米 速度写到这儿啊 现在已经走了四个小时了啊 走了四个小时 嗯 四小时 哥哥骑自行车啊 哥哥骑自行车啊 骑自行车啊 骑自行车啊 骑自行车怎么画 两个轮子 两个轮子 我知道两轮 两轮子画哪呢 这也画这个吧 好吧 好吧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就明白那是个自行车就行了是吧 自行车是不是应该这样画 总而言之那是个车对吧 嗯 哥哥坐在车上 哥哥的速度是 嗯 十五千米 十五千米 他说追上弟弟的时候呢 正好到达森林公园 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是不是要去追弟弟啊 嗯 那弟弟是现在说在这呢 嗯 这一段轮子 开始骑自行车 如火箭板的到达了公园 好了 现在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家道公园之间的距离 距离 哎 啊 骑了多长时间 骑的路程 骑的路程吧 是啊 对吧 哎 那也说我只要找到哥哥的路程 是不是就是从家到公园的距离啊 嗯 那我要想 咱们再来去 我要找到哥哥的路程 那路程一定等于 速度乘以时间 好不好 差点憋死我 是不是一定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嗯 速度有了吗 有 时间呢 嗯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 对吧 嗯 好 我们来看看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只要找到这个时间 就OK了 对吧 嗯 来看看 哥哥从这 跑到这儿的时间 这块其实就是哥 怎么来的 是追递那个 那个那个那会儿啊 嗯 那哥追递那会儿 是不是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就是哥哥跟弟弟的追递时间 嗯 哦 又导通到追递时间上去了 那这导通的费劲了 追递时间 那追递时间的话 不就是路程差出去速度差吗 嗯 来看一下路程差 哥哥是不是在这儿 是 弟弟在这儿 路程差有了吗 有了 有了 应该是在四小时跑的 是 来把弟弟放 不是把弟弟放 最近老师看那个疯狂原始人 放小孩 抽一下出去了 弟弟这四小时 抽了一下跑了多远 嗯 嗯 五乘以四 二十千米 嗯 路程差 五乘以四 二十千米 好 有了路程差了 又有了速度差了 那时间是不是就可以搞得定了 是啊 时间 时间就应该是路程差除以 括弧里边的 十五千五 嗯 那算出来应该等于 嗯 两小时 两小时 哎 那也就是说两个小时可以追上 那这两个小时啊 哎 我们不能 怎么说呢 这两个小时是不是就是说 哥哥跑两个小时啊 嗯 同时在这两个小时之内 弟弟是跑了这段距离啊 是啊 这两个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是啊 那这样的话 他的路程就可以求了 哥哥的路程就应该是 嗯 嗯 十五乘以二 也就等于 三十千米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本题的答案算是出来了 对吧 嗯 好了 本题的答案是出来了 我们得来想几个事情啊 同学们 我们在想追击问题的时候 我讲过路程差 速度差 以及 时间 或者叫做追击时间 对吧 嗯 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叫做时间差 这是说法吧 嗯 那要注意啊 没有时间差 这是说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追击时间是什么呢 是说 看表 预备 跑 我在后面 我是追我弟弟 我弟弟在前面 这时候 我跟我弟弟 是不是都是从 他从这儿跑 我从这儿跑啊 嗯 追 追上 两个人是在 同一段时间之内 是跑了不同的距离啊 是啊 要明确这个事情 对吧 是在同一段时间之内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 是相同的 是这样的吗 嗯 好了 那说了这么多了 那这道题 收工 我们稍稍休息 马上回来